这里是170的水 这里是130的 那个再奶米粉 我们把它拌匀哦 来 帝兄哈姓小孩感觉 要怎么做蚵仔骂营的这位 是菜骨春莺妈妈 她真有主家哦 所以后长就特别带她来教小孩 怎么用蚵仔来做 更传统的好煮味 来 你的手来 你的手 带一些手来 小朋友自己担手带摸骨 再来米粉 再来添蚵仔料 提供蚵仔料理的DIY 这是我们蚵仔料 还使用到油煲的母组海 夏日热血的瓦棠 其中一项在地的美食客店 用蚵仔来做主料 来变化 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的 从座宗学习 学习美食的料理之外 还有我们就是所谓的 餐桌的一些礼仪 更重要的我是觉得 它还有一个附加价值 就是有达到孝道教育 像蚵仔水狗大大粒的蚵仔 在里面 还有蚵仔羹跟蚵仔羹丁丁 说真正的 都不知道蚵仔可以变这么多米 好丁王健堯也标识 有孩子做好后又特别说 他要保一分给他做家 就以外人除了好赏 典型友好和分享的意义 蓝天新闻的家分 帮忙查阅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